还记得去年关小彤和陆寒在一起的那段时间,大家就对这两个人关注更多了。 虽然这两个人的关注度也一直都很高,却又因为练行又着实让更多的人熟知,众所周知,关小彤还是一名学生。 现在的这个时间段,大多都已经放暑假了,他也丝毫不例外,作为一名优秀的艺人来说,估计放假的时候也都是很忙的。 近日就有网友看到了关小彤和自己的爸妈在一起,看到爸妈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,想必这又要出去忙碌了。 不得不说他的这一身穿搭还是很引人注意的,不仅有颜值,而且身材和衣品也都是让很多小姐姐学习的目标。 关小彤现身的样子还是低调,身穿一身黑色,酷酷的样子很难不让人注意到。 虽然这仅仅是在路边,但还是被眼尖的盟友发现了,头顶黑色压彻帽并低下头,明显就是要遮挡住自己的脸。 这次的穿搭可以说比之前的衣品是好很多了,时尚穿搭,将自己一双修长眉腿展现出来,细长直的腿形不愧是女神。 虽然衣服的穿搭这次终于得到了肯定,但最终这身上的名牌包包还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被名牌包包的效果瞬间就让很多网友吐槽起来,并且都表示一款名牌包包,能备成这样也是没谁啊。 从网友们的口中也都听出了种种的无奈,在明星身上出现身穿名牌,却穿出一种很普通的既视感。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其实小童之前的穿搭也是有很多很不错的穿搭风格的。 少女十足的样子相信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,这一身装扮展现着阳光的青春细细,一双修长大长腿进鞋,身穿一件蓝色背带裙,搭配一款白色T恤,而这个小外套时尚十足。